第二千零四十四集 两人走在一条长长的永道之中,来到了一扇漆黑的巨门之前,龙熙元对叶臣笑道 趁礼,愿是我等储藏玄金铁之处 说吧,他取出一枚令牌,手捏法绝 在其催动之下,那沉重的漆黑巨门缓缓缓打开 龙熙元伸手一引道 叶公子 请 叶臣看了龙熙元一眼,目光微微闪烁,不过依然步入其中 这大门之后是一处极为宽敞的大厅 而在厅堂之中,赫然还有一道通向地底更深处的阶梯 叶臣走下阶梯,不多时便到达了阶梯的底部 这里已经是地底极深处,其重力比之那深海还要恐怖 一踏入此处,叶臣的瞳孔便是一阵收缩 在他眼前出现的赫然是一具骸骨,一具无比无比庞大的骸骨 那尸骸的形状看上去与人类似乎有几分相似 只是头骨上生着一对极长的獠牙,看起来宛若一头巨猿的骨骼一般 而在这苍白的骨骼之上缠绕着树道血红色的锁链 叶臣转过身,看向身后面带笑容的龙熙元道 龙小姐,这里似乎不是那深海玄京铁的所在吧 龙熙元淡淡一笑道 确实不是,不过却是一个是和叶公子你待的地方啊 叶公子可知道,这一头巨猿是怎么死在这里的 万年前这头巨猿和你一样,仗着一身巨力来我海族索要深海玄京铁 当时可是搅得我海神域,一阵天翻地覆啊 可是呢,这巨猿却有点蠢的 被我海族引入这地底生生困死在这里的 这地底之处便是我族禁锢一头孽龙的牢笼 而那海骨之上的铁锁便是用来锁龙的富龙锁 说到这里,龙熙元的声音轴然阴寒下来道 这富龙锁是我海族先祖锻造的神物 只要在这地底之处便能极大程度地限制背负者的力量 都说人族喜欢耍心机手段 铁公子,我怎么觉得你比当年那头巨猿还更蠢呢 他话音刚落,手中法掘一起 那巨猿海骨尸身上的锁链瞬间血光大放 竟是瞬移一般出现在野尘的身躯之上 将其牢牢地捆腹住 这锁链出现在其身上的瞬间 野尘目光便是一尘 其体内的力量竟是被限制了百分之八十之多 龙熙元见状则是彻底地撕破了伪装 极为轻蔑地看着野尘道 一个神国蝼蚁也敢向我海族索要深海玄金铁 你们人类的生死和我海族又有什么关系 小子,现在主动将你身上的宝物全部交出来 温小姐还可以考虑让你死得轻松一点 别像那头巨猿一样 被我等生生折磨了万年才死 野尘看着身上的锁链沉默不语 龙熙元见状更加得意起来 小子,你在城门外不是很狂吗? 不是直接伤人强传我海神城吗? 继续狂啊 怎么不说话了? 野尘缓缓地抬起头 看向龙熙元道 深海玄金铁,我势在必得 如有必要,我可以为之将海神城上下 屠杀殆尽 此言一出 仿若有一阵从幽冥吹来的风暴 在龙熙元的心中狂卷 他原本盗嘴的话语 竟是生生地梗在喉间 野尘的神色看起来极为平淡 甚至眼神都无比清澈 丝毫杀意没有 可不知为何 龙熙元的直觉却在告诉他 野尘不是在装 他是真的有为了深海玄金铁 杀进海神城上下的打算呢 龙熙元在海神城中 一向以蛮横跋扈著称 可现在 面对眼前这名神色淡然的人族男子 他却是害怕了 发自内心地怕了 仅仅就因为野尘的一句话 龙熙元竟是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 当他反应过来之后 其白皙的面孔之上瞬间燃烧起了浓浓怒火 他堂堂海神城城主家的三小姐 竟然被夜尘的一句话吓退了 这对于骄傲的龙熙元而言 简直是莫大的侮辱 龙熙元手腕翻转 一柄冰蓝色的长剑出现在其手中 长剑之上神风流转 周围空间 在剑光之下竟是四行破碎着 可见这柄长剑锋利到了何等程度 同时 长剑之上散发着一股 无比强大的寒气 夜尘看着龙熙元手中长剑 目光一亮 这柄长剑赫然是一件超越道气的武器 而且夜尘从长剑之上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波动 想必这柄长剑就是以深海玄晶铁打造之物了 龙熙元手持长剑对着夜尘咆哮道 该死的废物 到了这种时候还敢虚张声势 不得不说你的眼睛很不错 差点就骗到了本小姐了 为了保险起见 本小姐现在就要送你去死了 你满意了吗 下一刻 一道剑意的风暴在地底席卷 虚空疯狂碎裂 但更让人心惊的是 这地底之处虽然没有水 可这剑意浮现的瞬间 夜尘竟是隐隐地有种窒息的感觉 仿佛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人一剑 而是面对一片波涛汹涌 随时能将整个世界吞没得汪洋大海一般 很强 龙溪源虽然只是天神镜一层天的舞者 但其这一剑的威力 甚至能够与余圣的攻击相提并论了 余圣可是狱外和上界的舞者 可见龙溪源的剑法到了多么恐怖的层次 但面对这一剑 夜尘的神色依然那么淡然 送我去死 夜尘看着一剑展来的龙溪源 淡淡道 你配吗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柄漆黑长剑 正是煞剑 真武之意激荡而出 原本那笼罩了整个地底汪洋般的剑意 竟是瞬间被夜尘的武艺镇压而下 消散一空 煞剑之上血盲大放 毁灭神道的气息 宛若来自地狱的阴影一般 在道光之中升起 夜尘凝视着龙溪源 满面森寒地开口道 谁跟你说我最强的是力量 这一剑极快 甚至比龙溪源脸上的变化还快 原本还满面残忍之色的龙溪源 此时面对夜尘这一剑 却像是看到了死神一般 脸色瞬间煞白起来 眼中洋溢着浓郁到无法形容的恐惧 连剑意都开始不稳了 越是强大的武者 才越能感受到夜尘这一剑之中 蕴含着何等恐怖的力量 龙溪源打出的如海剑芒 竟是在夜尘的剑光之中 疯狂地破碎着 他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要被夜尘的剑光彻底吞噬 他知道 若是真的如此的话 等待自己的只有死亡 可就在这时 虚空之中传出了一声大喝道 剑下留人 一道身影莫名地出现在了龙溪源身前 面对夜尘这一剑 此人面色一宁 却是没有退后 手持一柄闪烁着 无数紫色明文的长剑 浑身灵力冲天而起 对着那恐怖剑芒一剑刺出 紫光彻底龙吟升起 伴随着这一剑击出 一道紫色剑龙呼啸而出 与夜尘斩出的剑芒狠狠相撞 这一撞 却是没有发出任何声息 紫光剑龙与夜尘的剑芒 互相泯灭着 最后两者都化作虚无 消散在了空气中 这看似毫无声势的一击 实际上却是将这地底之下的虚空 都震成了粉碎 那座寺上古之石便已存在 用来束缚聂龙的地牢 在双方一击之下 竟是彻底崩塌了 而龙溪源更是在 双方交手的余威之下 浑身血肉破碎 疯狂地倒退着 跌倒在地气息奄奄 出现在龙溪源身前的 是一名中年海族男子 其肤色比其他海族 更深邃一些 冰蓝色的眸子神光战战 周身气息宛若深渊 令人不敢直视 这名海族中年人 赫然是一名天神镜中期存在 可此时 这中年人看向叶辰的目光 却是无比的凝重 刚才那一剑 让他都感觉到了危险 这还是在叶辰力量限制的情况下 若是叶辰巅峰状态的一剑 连他都没有把握 能够完全接下来 剑下留人 叶辰冷冷一笑 随意地将其身上的附龙锁 斩围了粉碎 毁灭神道 本就是一切束缚的克星 你有资格让我留吗 叶辰将这句话还给了对方 附龙锁一岁 叶辰便直接扑下了 那中年人与龙西元 绝强妖气 自其体内汹涌而出 天妖肢体发动 七重血光浮现体表 宛若天神降临 破天之力在血脉之中 疯狂涌动 留人 叶辰早已感受到 这海参城中 有一名强者 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自己 可知识之中 不论是守城的海族 对自己出手 还是龙锡园将自己 引到了这海底深处 这中年人可有族职 到现在就要让他留人了 真当他叶辰是软柿子 谁都可以揉捏了 他叶辰从来不是什么好人 他不是杀 但也不是什么圣人 圣母 如果一定要将海神城屠杀殆尽 才能拯救灵武大陆 和神国的亿万苍生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叶辰虽是混沌境界 但如今已经拥有了天神境的实力 何为天神 天神者 天地之地 神国之神 极致的天神一怒 别说是一个海神城了 就是将一方未灭 圣灵灭绝都不算什么 强者的愤怒便是如此恐怖 便是需要如此众多的鲜血 才能够洗刷 灭天剑爵施展 毁灭之力在剑锋上凝聚 伴随着六道剑翼的绝强威力 以及那足以一扇填海的精士神力 赤其一剑 对着眼前的中年男子 当头斩下 该死 那中年男子 面色一下子难看起来 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紫色长剑 拼命抵挡着 一边开口道 等一下 我是海神城城主龙天飞 你要的深海玄晶铁我给你 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年轻人不要太意气用事了 你忘了你来这里的目的了吗 深海玄晶铁 夜晨面上闪过一道邪性的笑容道 我不是说了 把海神城屠杀殆尽 我也能得到吗 你 龙天飞文言虚发结章 也动了真怒 他身为天神强者 何时对人低过头 眼下 他已经答应了夜晨 交出深海玄晶铁 夜晨竟然还要继续追究下去 这夜晨太狂 也太凶悍了 龙天飞森然抱和道 小子 左人要知进退 要见好就收 懂吗 你认识啊 我还没见过 你认识啊 我还没见过 你认识啊 我还没见过